不是 我覺得他講這個 對他自己一點幫忙都沒有 剛才跟崑玉討論 他這個都是針對所謂 他其中有一句話就是 把台灣的工學院跟電機學院的學生 炸光了還不夠 我請問一下 畢業之後有工作做不好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他用炸光 吸光了 然後就一副台灣的台海危機 快要發生了 連台積線都要落跑了 然後還問你其他產業 你要怎麼出口 我的天啊 這是大災問的 柯市長我真是佩服你 然後又把他扯到說 去美國還有日本 還有德州發展等等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指入圍 我覺得這些東西看在 你不要小看了這些言論 你看馬上有這個董晶片 又出來反駁 對 出來打臉 台積電沒有要跑 按分按秒跟他反駁 那你覺得在逐科工作的人 會不會看他這篇言論 他的老巢 我不要說老巢 他的本命區不是在新竹嗎 新竹不是我們整個科技園區嗎 整個科技業 看他這樣子對待 看待台積電 請問一下他的民調 是不是還要維持在 最高峰是在桃竹廟地區呢 他是不是嫌自己民調 真的太高了 他是不是很迷信就是負聲量 負聲量 就算是負的也是聲量 他要的是聲量不管政府 然後我告訴你你不能找館長 因為郭台銘也要找館長 郭台銘要找館長 幫他出一本什麼書 然後所以他就很怕館長被拉走 事實上他整個仇女的東西 716現場並沒有很明顯 是館長後來又把那個舉牌 公審了一遍 整個才燒起來的 所以我特別謝謝館長 謝謝館長弄文 看到一三子裡面寫什麼 郭台銘搶流量 那你又開始把館長拉回來 你這種人到底有沒有品 你這種人到底會想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 柯文哲他沒有要告訴大家真相 更沒有要告訴大家真理 他只是要拋出一個非常聳動的議題 然後拋出來之後 聽爽的人已經爽了 大家我們去解釋 解釋完了那些人不會去聽 他就是要這個 就叫做漁木混珠 我丟出去的東西大家都看到了 至於解釋的人 大家不會去看 所以他就贏了 就像人家說 哎呀 柯文哲丑女 沒有啊 我去看芭比 我去看芭比 這部片子很紅 你知道嗎 這裡面在講什麼 柯市長你知道嗎 他沒有在看 他沒有在看 他只是為了希望進去看芭比 被人家看到柯市長在看芭比 就這樣 看芭比就不會丑女 我說真的 因為柯文哲已經 已經擔心焦慮了 他一下子聲量衝高 然後開始止住 沒有再往上衝了 他焦慮了 所以說他用了很多的方式 他連台積電都扯進去了 我知道台積電 為什麼一些進階的一些製程 沒有辦法移到國外 你認為美國 日本 加州 他想不想台積電移過去 想 不是不移 是移不過去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台積電的周圍的廠商 他說台積電能成功 不是一個台積電 在台灣周邊有包含了 監測 製程 管制 然後很多的一大串的一個產業鏈 是協助台積電完成 就是因為他有這麼一大串 所以台積電的機密很難泄漏 他是一群的 可是你要把這一群人 全部移民到美國 日本 天啊 那個的成本有多高 那個的整個附加的成本 會讓台積電的產品很難賣 所以最後經過考量 一些比較初階低階的 往那邊移 最重要的內部的一些核心的價值 還在留在台灣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能夠成功 不是因為他的技術 而是整體台灣周邊結合協助台積電的 那些周圍的廠商 所以台積電不是只叫台積電 他真的是雜根台灣 大家團隊所創出的一個價值 他明天在柯P秀 他這兩天釋出非常多練習的影片 其實你從他那個影片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非常認真在練習 但是他偶爾也會走音或是落拍 那其實我覺得他是在用一個哏 就是他前幾天感覺 讓你好像一定會唱得不好 我跟你講他明天一定會唱得很好 那種感覺 他又不是在賣歌聲的 但是他會看 你會讓 他會讓年輕人看到說 阿伯連阿伯都可以開演唱會 阿伯好有態度 不是啦 源自我幫你拉回來一下 我現在主要的聚焦是在 一個歧視女性言論 柯文哲現在急著想要把這個東西丟掉 可是他找一個最會罵女生 而且是用各種不堪入目的言語來罵的人 你說尊重 我是說請你分析評論 這樣的話有加分效果嗎 當然是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先講一個前提 就是我覺得716之後 其實大家才開始討論柯P的仇女言論 所以716那場遊行 女生少不能算到柯文哲的頭上 並不是因為他仇女言論的影響 可是後來為什麼 大家會開始討論仇女言論 就是因為現場有一個女生 拿了一個A3的指 上面就是說柯文哲 你幹嘛要仇女 然後後來這個女生被館長罵 罵得非常慘 所以大家開始討論這個事情 可是因為館長不選舉 館長不選舉 所以大家不會把那種氣出在館長身上 但是就把氣出在柯P的身上 所以柯P後來他女性的 支持者的名調就下滑 我覺得那個來龍去脈是這樣 那所以明天如果柯文哲 找館長去出席他的演唱會 我覺得又會讓大家開始討論 這個仇女的仇女的這個話 他就一直揮之不去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要必須去面對的 這是第一個就柯文哲比較下滑的原因 第二個柯文哲最近比較下滑 我覺得是因為他最近做了一些事情 被人家檢驗發現跟他所訴求的價值不一樣 像他有講兩個價值 第一個就是要公開透明 這是他講的 因為以前的政府好像是幹嘛 我們不知道不能監督 可是柯P想說新政制要公開透明 但是實際上你看北流那個事情 就是沒有做到公開透明 他私下去跟廠商協調 你轉彎轉得不錯 對 協調了1.9億對不對 協調了1.9億 其實這個事情議會是完全不知道 民眾也完全不知道 那他現在講說 那蔣市府你要去收這個貸貸值 你可以用二倍金 那蔣市府現在是用電付的 那為什麼柯P自己不做 因為如果柯P在去年的時候 就用二倍金或者電付的話 這個事情勢必會到議會來討論 到議會討論 那議會一討論這個是 議會就會炮轟 所以他其實是會躲避 讓這個事情曝光 才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有公開透明 那第二件事情是 他一直講財政紀律 可是你看他處理北流的過程當中 讓每個月的利息80萬 然後整個利息付了1000多萬 那這個東西有財政紀律 你如果早一點 不要說怕曝光 把這個事情把它處理掉 後面台北市政府不用去多支付 這1000多萬的利息 蔣市府也不用去收這個爛攤子 所以這才是大家覺得說 你不是新政治嗎 怎麼你講的跟你做的 實際上都好像不一樣 可是原資我覺得 你的力道還算強 可是前兩天來我們節目上 我先不要講他是誰好了 來我們節目上的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他講的就是一副 好像柯文哲這也沒什麼 然後怎樣 就是輕描淡寫 輕描淡寫 然後不敢不敢的把它評論完 你反而還比較有力道 我現在比較擔心 因為他不是台北人 他新北人 我是第一個 我是就是 不會倒到是不是 對 第二個 我就是論事 第二個 所以你看市政做得好不好 我自己再跨一次就對了 市政做得好不好 跟總統的執政能力有關 所以我們要支持吳希吉的 我比較擔心原資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小機 這些要選立法委員的人 只要得罪了柯文哲 柯文哲只要命令民眾黨派人 那當選的機會就變降低了 所以原資 所以他講話 我滿擔心他講這麼兇 沒有 這很兇嗎 他 他沒有沒有 我是說相對 其實原資今天 相對不太兇 今天你們都想太多 他剛才哪有兇 對啊 真的沒有 我很友善好不好 我跟你講 那件事情如果是賴清德做的話 你去看他直播會罵成什麼樣子 其實柯文哲當時候 在之前議會不知道的原因 在他卸任之前 他要保留他不追加預算的形象 他之前有講過 只要誰叫追加預算 我就罵誰 所以他在卸任前 私底下跟人家協議了八次 北流1.9億 後來沒有付 那沒有付 用每個月要 每年要繳5%的利息 這在協議上面 都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柯文哲 大家在focus的是說 第一 你規避了議會的監督 追加5000萬以上 要議會同意 第二個 你說你從來不追加預算 只有你追加預算 第三個 再加上一個問題 就是說柯文哲 你現在的情況下 民眾在了解的就是說 為什麼每個月要80萬的利息 你是富邦銀行的股東 你也曾經跟教育基金借過錢 也跟捷運基金借過錢 只要借1.9億來還 不用到5%的利息 不要剩這麼多錢 對不對 5%你把富邦借了不去2% 爬5%而已 為什麼你要去花5% 只為了他自己不要讓人家說 他紀律追加預算的這種想法破功了 發动 blanc 邸 快賤 ub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